2011年9月14日 吴女士与丈夫协议离婚 结束了长达15年的婚姻 原本以为离婚后将要迎来全新的生活 却不料2013年的一纸裁定 让她背上了前夫540万的债务 这一切究竟是怎么回事 为何在离婚两年之后 她却突然要替前夫还债呢 我成了我成了我成了 我在现场所说的每一句话 都是真实的 如有不识 我愿意承担一切法律责任 请说出您的诉求 我来这就想请问一下律师 我本人在离婚两年以后 突然接到法院的这个判决书说 要让我替我了 我太短了 这一切都要想冤了 我添加上台 你们在留意任你 我添加上台